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有感觉,贪迷,未知世界,我是杨阳 从物理的角度来说,是什么因素给世界带来改变的? 大家可能首先说出的就是物质 毕竟这是一个由不同物质构成的世界 另一个大家能想象到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或许你已经想到了,就是力 而力的作用通常体现在三个方面 时间、能量和速度 当科学家们研究意识是否是一种物质的时候 都会从能量和时间的角度去尝试观察 那意识它存在速度吗? 意识的传播会受外在环境或者介质影响吗? 实际上有不少科学家认为 或许意识的传播速度比光速还要快 举个例子,某天你出门的时候 阳光猛烈或者下着小雨 你几乎都能瞬间反应过来 应该戴帽子或者打伞了 你会试着去计算一下自己反应过来用了多长的时间吗? 事实上你无法计算 因为这确实是瞬间的反应 如果正如科学家所说的 意识的速度比光速还要快 那是不是意识就可以随意在时间中穿越呢? 这能否解释我们的记忆中 能轻易地将两件关联的事情联系起来 形成新的认知呢? 就像老师在课上把课文分开四节课来讲完 但学完的我们能够穿越不同的学习时间 将整篇课文联系起来 但事实上如果以人类作为研究范本 意识在人体内才传播 可能会与电在电线中传播的形式一样 移动中的意识把那些已经形成的静态的意识 重新激活连接在一起 这样看起来更加好解释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把接收过的信息忘掉 如果意识真的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 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点的话 那怎么会出现考试忘掉知识的情况呢?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对于以上的观点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关注探秘未知世界留言与我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啦!